近日,四川卢州的赖女士称自己被网络刷单骗局,骗了7800多元。赖女士在深圳务工期间,同事将她拉进了一个微信监制群。随后赖女士便添加了一个名为为爱的微信号。登记完信息后,对方便发来了商品链接和二维码,让赖女士按照步骤操作帮助刷单。 顺利完成了第一单任务后,她很快就收到了返还的本金和10元佣金。尝到甜头后,赖女士投入的刷单金额越来越大,可最后在投入7800元购物款后,对方却没了回应。无奈之下,赖女士选择了报警,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。